漆黑的深夜里也许有一个比夜更黑的影子在盯着你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从不洗脚 由于名字比较憨批 咱们叫他强子 2015年这个强子和父母一起跟团去泰国旅游 曼谷完了两天之后 旅行团到了清迈 由于当天没有别的行程安排 回房间放下行李之后 强子和父母准备出门转转 但奇怪的是 收拾完东西 强子和父母都感觉非常的饥饿 为什么说奇怪呢 由于这个泰国菜比较难吃 强子买了很多干脆面 再到房间前不久 还在车上和父母把剩下的都吃完了 强子吃了三包 父母每人两包 可是短短不到两个小时 居然都饿了 而且是那种再不吃 感觉就要昏倒的饥饿 于是三个人赶紧出酒店找了一家饭店 点了五个菜 实在吃不惯 最后呢 硬是点了三份空心菜 吃了五份咖喱饭 那个时候的饭菜分量都很大 连父母都奇怪 一家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吃 之后在附近转了转 三个人回了酒店 由于第二天要早起 洗漱之后一家三口都躺下睡了 父母一张床 强子一张床 那不知道睡了多久 强子忽然醒了 房间里一片黑暗 那醒来后的强子呢 就转头看来看旁边父母的床 这一看 觉得有点不对劲 旁边的床 靠近强子的是他母亲 在那边是他父亲 在他父亲的那一侧呢 好像有一个比夜更黑 更暗的黑影 站在那 那他就以为看错了嘛 揉了揉眼睛之后 强子又看了过去 这一次可以确定 那里的确有一个 类似人类轮廓的黑影 为什么说这次可以确定呢 因为黑影动了 从父亲的那一侧 正慢慢的朝墙子这边移动 尽管当时这个房间里 是伸手不见五指 但那种黑 却是在黑夜当中都格外明显 不过那个时候呢 强子只有一个想法 房间禁贼了 短短的几秒钟 强子的大脑飞速旋转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等黑影再近一点 他直接跳起来 拿被子把人给扑倒 到时候老爸老妈肯定也醒了 他只要坚持几秒钟 肯定能把贼给抓住 那一年 强子21岁 很勇兄弟 那么目测着距离啊 这个行李倒数着 三二一 就在强子准备起身的前一秒 旁边一个白影 飞向了黑夜当中的黑影 白影还在空中滑行的同时 房间里的灯 也亮了起来 指定旁边的老妈 大喊了一声 谁 同一时间 这个强子呢 也已经拿起被子准备飞扑 这个我说呢 是要了一会儿时间 但当时这一系列操作 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完成 然而 母子二人看到空空如也的房间之后 一脸懵逼 这个时候呢 老爸也被吵醒了啊 这个顺眼心痛的问怎么了 老妈回来一句 敬贼了 老爸才慌忙起来 帮忙查看 可是找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连只老鼠都没有找到 这个老爸呢 当时就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老妈是率先问了强子 儿子你看到了吗 强子呢点着点头啊 老妈才说 由于认床 所以他一直没有睡着 这个黑眼当中呢 就看到墙角那边 有一个很黑很黑的人影 就朝床这边过来了 刚开始呢 就以为自己是看花眼了 但这个黑影呢 是越来越近 直接走到床边了 老妈呢 怕是贼 又不敢叫强子他爸 结果呢 黑影站了一会儿 慢慢的 又朝墙子这边过来了 这个呢 可是他宝贝儿子 所以才有了老妈开灯 丢枕头的一系列操作 那么这个过程和强子看到的一样 只不过强子只看到了后半段 那听完之后 强子他爸呢 就笑了 说这个大半夜的 又没灯 能看见啥 还什么比黑夜还黑的人影 纯扯淡 你肯定是吃饱了撑的 那没办法 毕竟这个房间都检查了 确实没有人 强子和老妈呢 也没好在说什么 不过当晚是开灯睡的 又在泰国玩了几天之后 一家人回来老家 那留的那几天呢 这个事强子一直在琢磨啊 所以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网上各种找线索 结果还真叫他找到了 在天涯豆瓣以及铁巴 都有网友 发一些类似的经历 其中呢 有几位朋友 在看到人形黑影之前 也有跟强子非常类似的饥饿感 还有些人呢 看到的黑影啊 戴着帽子 有些人甚至还说 看到的黑影 没有胳膊 不过那天晚上实在太黑啊 这个强子看到的 到底有没有胳膊 他也分不清 最后呢 他在国外 某论坛找到了一个 关于黑影的专栏 原来国外很多人都见到过 并且啊 对黑影进行了一个 比较具象的描述 第一 这个黑影呢 似乎都是男人 因为没有人见过那种 带胸部的黑影 第二 黑影都比较高 两米左右 第三 和我们的影子不同 影子都是平面的 但黑影是有深度的 第四 有些黑影啊 可以察觉到 人类在观察它们 会有相对的反应 第五 黑影从不攻击人类 似乎呢 它们只是在 黑暗当中观察人类 第六 有些甚至可以和人类交流 第七 它们可以穿墙而过 引入黑暗 第八 但凡有一丝光 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那么关于这个 人形黑影呢 我是没有见过 可能是因为我睡觉 必须有一丢丢光啊 主要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都能看到的黑影 那它到底得有多黑 如果和黑种人比起来 它们到底哪个更黑 那百思不得其解 黑影人 你们见过吗 好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